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 完美错过高考 九号下午 我办理了出院 一个人 没办法 我姐还在高考呢 我爸我妈都在全身心围着她转 这三天都没有人管我死活 挺清静的 几乎是在我到家的同时 我姐她们也回来了 我妈穿着一身艳丽的旗袍 衬得面色红润 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 被拥在中间的许娇笑容灿烂 怀里抱着的花束更是鲜艳 她信誓旦旦道 放心吧 我觉得我发挥得很好 肯定能上个一本 咱们家以后可就指望着你了 平日里总供着辈的我爸 今日都挺起了胸膛 仿佛迎来了光宗药组的时刻 我随手扯下手腕上的蓝色手环扔进垃圾桶 等走近了 他们才发现我 许娇立刻脸去笑容 患上一副担心的样子 许娇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我刚刚还跟妈说要一起去接你出院呢 你好了吗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对不起 这几天爸和妈忙着照顾我 都没去医院看你 你别怪他们 你要是不高兴了 要骂就骂我 我很好奇我是哪里表现出不高兴了 我一个字都还没说 可谁知我妈立刻不越道 还能怪谁 要怪就怪她自己 都说了不要乱吃东西 不要乱吃东西 就这几天都管不住自己的嘴 回来了就赶紧收拾收拾 上不了大学就好好找个稳定的工作 可要不是喝了许娇递给我的那杯水 我也不会半夜疼得在床上打滚 连夜被送去医院急救 虽说只是食物中毒 但我跟他们吃的都是一样的饭菜 怎么可能其他人都没事 只有我一个人中毒 我确定是那杯水有问题 我妈急着准备饭菜 要好好犒劳许娇 她考试辛苦了 许娇却白手道 妈 等会儿我要去毕业聚会 不在家吃了 我点开手机 十分钟前班长通知全体 在林泉大酒楼聚餐 许娇换了一身漂亮的裙子出来 还问我 许易 你要去吗 去啊 不喂别的 这几天在医院吃得太清淡了 我要去搓一顿 许娇点点头 也是 大家以后可能就不是一路人了 去到个别也好 我笑了 确实不是一路人 到的时候 里面很热闹 学霸聚在一起 还在对答案孤分 学渣在庆祝十年寒窗终于解放 许娇朝着她的姐妹团走过去 其中 跟她关系最好的范雪儿突然提高音量 许易也来了 听说你没参加考试是吗 嗯 没参加 范雪儿惊讶道 那你岂不是上不了大学了 那能拿到高中毕业证吗 找工作的时候 简历上写的不会是初中毕业吧 如果吴之能判刑 他起码得是个无期吧 我懒懒地替她科普 只要修够了学分 参加了会考 都能拿到毕业证 范雪儿撇了撇嘴 是吗 其实 高中毕业和初中毕业 差别也不大 旁边有人道 许易应该要复读一年 明年重新考吧 范雪儿痴笑一声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许易他妈都说了 家里条件只能供一个人上大学 许易的成绩一直都赶不上许娇 她说不定是害怕了 不敢去考试 她还故意问我 许易你不会是装病吧 我有没有装病不好说 许娇装傻到是真有一手 许娇听到此处 难过地低下了头 雪儿你别说了 我们家条件是不好 所以我才拼命学习 许易就算不上大学又怎样 等我以后毕业找到好工作了 肯定会帮她的 顿时她的小姐妹 开始夸她心地善良 这才刚考完 都已经高瞻远瞩 到以后找工作了 我随手包了颗花生米扔嘴里 班长 是你订的餐吧 几个菜啊 班长有些莫名其妙 十六个菜 我很满意 够吃了 其他人敬酒 我在吃菜 其他人注词 我在吃肉 其他人感动地抱在一起 我在吃瓜 很快就饱了 正犹豫着 要不要趁没人注意 直接开溜 都离手机响了 梁家富男 在干吗 考得怎么样 这谁呀 我往前翻了一下聊天记录 才知道 这是我一个游戏认识的网友 但他以前叫少女杀手 我玩游戏一般不开语音 除非心情不好 随机抽取一个幸运对手 臭骂一顿 少女杀手就非常幸运 杀手 枪杆子磨亮了吗 就杀手 小弟弟不会还在上小学吧 期末考试能拿两个蛋吗 断奶才几天啊 就学人家在社会上浪了 人参攻 鸡骂 少女杀手被我骂的屁 都不敢坑一声 最后游戏都要结束了 猛然蹦出一句 你声音好好听啊 再多骂两句 骂他的话 他是半个字没听进去 还死皮赖脸地加了我的好友 毕竟出气筒不好找 我也就答应了 加上之后 简单聊了两句 他得知我也是高中生 就问我成绩怎么样 我随口敷衍 一般般 没想到他让我给他补课 好吗 补课费一百块一个小时 钱到位了 啥都好说 短短半年 我给他从两百分补到了五百分 到现在 已经是妥妥的一个学霸了 他一直缠着问我 准备报什么学校 他要跟我考同一个学校奔线 奔线就不必了 奔丧吧 我把签名改成本人已死 有失烧纸 消息直接免打扰了 半个月后 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爸我妈都很紧张 催促着许娇快点茶 于是许娇颤抖着输入个人信息 点下查询 五百一十六分 离一本线就差两分 宛如兜头一盆凉水泼下 许娇脸色瞬间苍白 不可能的 我明明估算能考五百五十分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 还能为什么 高估了呗 我爸我妈脸色也不太好看 我妈更是道 我都跟人说了你肯定能上一本 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搁 许娇一头扎进卧室 哭声从里面传来 我妈又气又心疼 顿时看我又不顺眼了 天天在家闲着 工作找了吗 找了 深圳电子厂 过几天的车票就走 因为没考好 许娇连续几天躲在家里 没出去 有人敲门她都懒得去开 许娇 你去看看是谁 我放下手里的面团 跑去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 很有气质的中年女子 一看就很豪门贵妇 这里是小许娇吧 我愣愣地点了点头 我披头散发 满脸面粉 人家看都没多看一眼 就静止朝着许娇走过去了 后面还跟进来一个高高瘦瘦 有两分脾气的男生 一身亮眼装扮 看得出家境不菲 越过我身旁的时候 突然停下来 转过头盯着我的脸瞧了瞧 你是他们家的佣人 这老破小的房子 还能请得起佣人 脑子有坑 我没理她 转身又回厨房揉面去了 我妈听到声音出来 看着莫名其妙的访客 问道 你们找谁呀 我是来找小许的 贵妇一脸笑容地拉起许娇的手 你就是小许吧 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许娇一脸茫然 感谢我 是啊 多亏有你 我家七尘已经接到清华大学的招生电话了 她解释 她儿子七尘以前只知道吃喝玩乐 后来在网上认识了许娇之后 在她的帮助下改头换面 开始好好学习 成绩一飞冲天 许娇就是他们家的大恩人 旁边的七尘 也是一脸亮晶晶地盯着许娇 抬手挥了挥 小许同学 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偏头看了一眼 迅速掏出手机 点开梁家富男的朋友圈 找到一张略显模糊的照片 经过一番粗略对比 确定就是她了 正当我还在想她是怎么找过来的时 她自己就洋洋得意地报答案了 是不是很好奇 我是怎么找到你家的 七尘大辣辣地趴在许娇身后的沙发靠背上 你忘了之前给你寄过东西的 可真是个大聪明啊 有段时间我一直没上游戏 七尘就问我干嘛去了 我告诉她手机坏了 她立马就说要给我寄个手机 我本来是不要的 但她说是她淘汰的二手手机 我不要的话 她就拿去换不锈钢盆了 我那用了三年的破手机 确实卡得厉害 查学习资料也不方便 所以我就把家里地址发给她了 收件人 小许 没想到寄过来的 是全新未拆封的最新款苹果手机 我拆快递的时候 刚好被许娇看到了 她问我哪来的 当时我打着进场打工的旗号 参加清华的夏令营 钱都花光了 于是编了个理由 说是我用两个月鼠七公的工资买的 不出所料 被我妈臭骂了一顿 新手机也被许娇拿去了 理所当然的 她八成新的就手机赏给了我 她现在手上拿的 正好就是七尘当初寄给我的苹果手机 我妈这会儿总算反应过来了 你是说 我们家娇娇辅导 你儿子考上了清华 是啊 我可不得亲自上门来感谢 一个二本把别人辅导上了清华 门又响了 两个穿西服的保镖搬了几大个箱子进门 吃的穿的用的 甚至还有冰箱家电 全都是大牌子的 整个客厅都堆得满满当当 无从下脚 保镖 门外还有两个箱子 好像放不下了 我妈抑制不住的嘴角上扬 哎呀 这怎么行呢 我们不能收 我们家娇娇从小就喜欢帮助同学 不图回报的 你们把东西都拿回去吧 贵妇沉下脸来 这是什么话 我花那么多钱给她请家教 分是越来越低 要不是有小许 她就废了 就这点东西 我还觉得少了呢 要不你们想要什么 自己去选 许娇赶紧摆手 同时眼神不住往七尘身上挑 脸上带着几分娇羞之色 不用了阿姨 都是举手之劳 帮同学补习的时候 我自己也可以巩固知识点吗 贵妇满脸欣慰 真是个好孩子 对了 小许你考了多少分 是上清华还是北大呀 许娇一下愣住 聪明人立马就察觉出不对劲了 怎么 我是不是问错了问题 许娇还在心慌地掐着手指 我妈已经长叹一声 怪我 娇娇考试那几天吃坏了肚子 影响了考试 成绩比平时低了一大截 她连拍大腿 扼腕痛息 吃坏肚子的不是我吗 以前我还好奇 许娇的演技是跟谁学的 原来是遗传 哦 原来是这样 那 考了多少啊 我差点笑出声 这阿姨 有点眼力见 但不多 我妈正要接口 许娇急忙抢着道 还不到六百分 听起来像是有五百九十九的样子 贵妇也跟着惋惜 同时也宽慰道 没关系 人生又不止这一次机会 以后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尽管开口 接着站起身 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以后有机会再来拜访 她转头示意七尘 七尘却一动不动 眼珠紫黏着许娇 小许同学 你今天有时间吗 许娇 不好意思地垂下头 有 有什么事吗 七尘兴冲冲道 来之前 我在网上查了 你们市里就有一家游乐场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许娇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还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当然没忘 我们今天就去吗 七尘已经迫不及待 当然了 许娇 还特意征询家长的意见 妈 我可以出去吗 我妈完全没考虑过 突然上门来的陌生人 会不会是坏人 直接应允 突然 许娇又想到什么 七尘 我可以带我妹妹一起去吗 七尘略微诧异 你还有妹妹 几岁啊 许娇笑着说不是了 然后探头望向厨房 许娇 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我摆摆手 装什么装 平时干什么都要把我甩开 今天倒是在外人面前 表演齐姐妹情深了 于是 他高高兴兴地跟着七尘去了游乐场 笑死 他不会以为是去做旋转木马的吧 七尘这个人喜欢刺激 平时很爱玩极限运动 他绘声绘色地跟我描述 在几百米的高空滑翔时 恍惚以为自己是一只震翅高飞的雄鹰 事业开阔 字意酣畅 他还特意带着运动相机录下来发给我看 跟我咒了一句 海阔平逾越 天高热鸟飞 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将来会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我答应 有机会跟他一起去尝试一下 我们这个二线城市的游乐场 应该没有他玩的那些花样 不过倒也有几个极限项目 所以当我在七尘的直播镜头里 看到许娇脸色发白地站在蹦极台上瑟瑟发抖时 我吃巨资刷了个火箭 什么都敢冒认 只会害了你自己 七尘的声音从屏幕里传出 小许同学是第一次玩蹦极 大家给他一点鼓励 弹幕里 大家都开始刷鼓励的话 只有我发了一句 磨磨叽叽干什么 不敢跳吗 七尘看到了 这位叫你是一坨巴巴的网友 我劝你善良 我挺和善的呀 所以我又评了一句 故意吊人胃口 骗流量的 气得七尘鼓起了腮帮子 可能是为了证明什么 他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许娇身上 小许同学 勇敢一点 真的没你想得那么可怕 闭上眼睛跳下去 你会爱上这种感觉 许娇探头往百米悬崖下望了一眼 脸更白了 这样 七尘握着许娇的肩膀 转了半圈 背向悬崖 往后道 我数一二三 我们一起 你放心 有我在呢 许娇紧咬着下唇 缓缓点头 七尘高兴坏了 我就说嘛 小许同学才没那么胆小 三 二 一 镜头高速翻转 一片目眩神晕 呼啸的风声中夹杂着许娇破碎成片的哭喊和七尘的欢呼声 小许同学 你怎么吓成这样 这可不像你啊 许娇说话都带着哭腔 没 没有啊 我觉得挺刺激的 一点都不吓人 可是被提升装置拉回平台后 她腿一软 扑通跪倒在地 之后 七尘又拉着她去玩了垂直过山车 超级大摆垂 峡谷鞦韆等 许娇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 每次七尘问她要不要玩的时候 她都点头 之前没玩过呢 想试一下 她真的 好勇 七尘玩疯了 许娇吓死了 晚上回来的时候 活都丢了大半 我妈问她怎么了 她挖地一声说道 好可怕呀 妈 真的太吓人了 第二天早上 我拖着行李箱 又检查了一下证件 对着屋内喊了一声 妈 我走了 我妈 走吧走吧 别磨蹭了 等会儿赶不上了 我深吸一口气 她出门 有个同学初中毕业之后 就去深圳打工了 这次他们厂里 接了个大单要赶工 让我过去干两个月 如果天天加班的话 一个月搞不好 有六七千 上车之后 太无聊了 我戴上耳机 打开游戏 刚开局 七尘就来游戏里私聊我说 你账号解封了 七尘说 你不是你被人举报 账号被封了吗 我想了想 应该是许娇说的吧 毕竟 她拿不出账号 跟七尘约游戏 而且她也不会玩游戏 我回了一个字 昂 然后七尘开始一顿输出 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平时骂人这么厉害 结果胆子这么小啊 你是不是装的呀 不会是见到我之后 害羞了吧 怎么样 哥是不是长得很帅呀 有没有败倒在 我的牛仔裤下 我骂道 傻缺 七尘说 大上午你就困了 你几点起的呀 我又骂道 智障 完了一局 我就下了 免得又被她缠上 就让她去恶心许娇吧 初中同学来车站接我 然后去厂里办入职 因为只干两个月 我就去她租的房子挤一挤 流水线枯燥乏味 我倒是觉得挺好的 不用动脑子 邮局的快件 我让工作人员给转寄到深圳来 七月中旬的时候 我爸我妈发了同样的朋友圈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仅定于2023年7月21日 在林泉大酒楼举办爱女许娇的升学宴 邀请您和家人朋友立临 我去《相亲相爱》一大家群里 翻了聊天记录 才知道许娇被本地一所师范大学录取了 由于上次七尘和她妈大张旗鼓的上门感谢 周围邻居都瞧见了 再加上我妈有意宣传 所有人都到许娇本来也该是清北的料 发挥失误才导致只能上个二本 大家一片惋惜 不知道许娇听着心不心虚 我刚给我妈点了个赞 她就打电话过来了 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挺好的 好与不好反正都只有我自己 我妈接着又问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几号发钱呢 三千多块吧 我说了个比较基础的薪资 十号发工资 你一个人花不了那么多钱 节省一点 到时候把钱打回来 正好给你姐交学费了 初中同学洗碗澡出来 诧异地问 许娇 你怎么了 你 哭了 没什么 我扔下手机 拿着衣服冲进浴室 可能是脑子一抽 或者是没有空调的出租屋太过灶闷 我一时 头脑发热 直接拿着清华的录取通知书 拍照发到了朋友圈 不到十分钟 许娇就来问我 许娇 你发什么疯 你连高考都没参加 哪里来的录取通知书 你剔图还剔得挺像的 不过我还是劝你快点删了 被人看到很丢人的 你都已经在打工了 就不要再做白日梦了 我当然不可能删 这事一夜之间就传遍了亲朋好友圈子 先是班主任打电话来问 许娇你被清华保送了 怎么没跟老师说呢 我 我没说吗 那可能是忘了 然后是二表婶 我们家最爱八卦 也最喜欢到处讲的亲戚 许一 你考上清华了 是不是真的呀 二表婶 我是保送的 那你们家 怎么给许娇办升学宴 不给你办呢 因为我现在在深圳打工 没在家里哦 二表婶顿时长疑了一生 你都要上清华了 打什么工啊 你妈疯了 我沉默了半上 我妈说了 我们家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 我上的话 我姐就上不了了 所以我自己打工赚学费 这样我爸我妈 就可以供我姐上学了 二表婶 嘖嘖半天挂了电话 我很清楚 许娇无论怎样都会有学上 从小我妈就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两个孩子真是供不起啊 当初真不该生两个 先来后到 不该生的那个当然就是我了 可是有一次我听到 她跟邻居拉家常 当初检查明明是个儿子 结果谁知道 早知道又是个女儿 我就不要了 所以我叫许易 意外的易 他们想要一儿一女 凑成一个好 可以允许第一个孩子是女儿 但是不能允许生两个还是女儿 所以我就是多余的那个 幸好我不叫许多余 所谓的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 其实只是针对我罢了 小时候过年的压岁钱 许娇可以自己揣着花 我就得全部上交 我妈让我跟许娇一起花 但许娇从来都是背着我自己一个人花了 许娇可以拿着几百上千 去听一场偶像的演唱会 我花几十块钱去看个科技展 我妈都觉得我是在花冤枉前 咱们家没有那么穷 也不是养不起两个孩子 他们只是不想养我 因为是我打破了 他们迎接儿子的殷切希望 其实许娇本就不是什么读书的料 上小学的时候 没有通过入学考核 还多读了一年学前班 我小时候成绩也不好 只是后来渐渐意识到 我和许娇在家里的地位完全不同 如果不好好念书 将来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人生后 我才开始努力了 直到有一次 我考得比许娇还好 许娇板着个脸发脾气 我妈居然安慰她 许娇这次就是运气好吗 她下次肯定就考不过你了 我猛然发现 就算我成绩比许娇好 也得不到什么夸奖 他们根本不在意 他们只是更爱许娇 无关成绩高低 所以我一边拼命学习 一边让自己表现得平庸 否则 我根本没机会 明目张胆地去参加夏令营 以我的水平 硬考我也是有信心能考上的 只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才花了所有的积蓄 去参加清华夏令营 没想到这个意外真的被我赚到了 许娇 你快点回来 我妈着急忙慌地通知我 说是市里一家有名的企业要来看我 还要给我发十万块奖金 但是他们要求一定要发到我手上 我还真想不出我们市里有什么有名的企业 妈 我打工呢 你那才多少工资啊 你是不是傻呀 十万呢 我傻吗 我要是不打工 我的学费哪里来 我是不会回去的 回不回去 那十万块也到不了我手里 我直接联系那家公司的负责人 让他们把这十万块捐给贫困山区 以公司的名义也好 以我的名义也好 我会发在社交软件上 帮他们宣传 他们不就是想蹭个热度 借机宣传公司吗 这就够了 就是我妈 气得骂了我好几顿 我的事在学校里也传开了 好多同学在群里艾特我说 看不出来呀 许一 真人不露像 哎 你是怎么保送清华的呀 跟我们说说呗 都是些平时关系不怎么好的人 我懒得回 倒是许娇突然跳了出来 有没有同学玩游戏厉害的 能不能教教我呀 一个男同学立刻回复 我教你 许娇之前是不玩游戏的 当然 他也不知道我玩 不然 保不齐他会去告我的状 我稍微一想 就知道他怎么突然 要玩游戏了 应该是为了迎合七尘吧 许娇喜欢看言情小说 最爱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 他恐怕是把七尘当作目标了 暑假结束 我整个人居然还胖了一圈 给了同学五百块当房租 我没回家 直接买票去北京 从家里出来的那一刻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没想到 在学校这么快就见到七尘了 作为一个闲眼包 他被教官罚跑了十圈 从我们班方阵前跑过的时候 我听到旁边的女生小声说了句 好帅 也不知道七尘是不是听到了 立马挥手 同学们好 好个屁 一行三列 出列 教官定定地看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知道什么情况 教官说 你刚刚在干什么 我说 翻了个白眼 教官问 为什么要翻白眼 我说 看到智障 没忍住 后面一片哄笑声 教官说道 下次能忍住吗 我说 不好说 下次才知道 解散之后 我正往食堂走 七尘从后面跑上来 同学 听说你骂我是智障 没有 没有 七尘愣了一下说 你的声音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 我清了清嗓 刻意换了音色说道 嗯 上次你在医院看痔疮的时候 胡说 七尘猛地提高音量 我没有痔疮 四面八方的人通通看了过来 七尘立马抬手挡住脸 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被你害死了 七尘以痔疮男的名号在学校一炮而红 许娇突然来找我聊天 问我过得怎么样 清华是不是很漂亮 北京是不是很大 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直接问他有什么事 他倒是好意思开口说道 有钱吗 借我点 爸妈没给你生活费吗 许娇不满道 一个月才一千五 哪里够用啊 我在北京一个月都花不了一千五 他在三线城市还不够花 我直截了当地拒绝 没钱 许娇说 你打工挣的钱呢 我说 我不交学费吗 我不吃喝吗 家里给你一千五一个月 一分钱都没给我 怎么 我从清华辍学了打工养你 为着这事 家里被那些亲戚好一番嘲讽 觉得我爸我妈脑子抽水了 从小他们对我和许娇的区别对待 亲戚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前不久我小姨还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她可以资助我上学 我婉拒了 我完全有能力自己承担 许娇骂我道 不借就不借 不就是上个清华吗 瞧你把尾巴都翘上天了 军训结束没多久 学校举办了王者校园赛 我本来不准备参加 但是看到宣传单上冠军队伍奖金五万 不参加是对奖金的不尊重 我果断报名 并且通过了考核 又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过五关斩六将 一路杀到了决赛 再差也是个亚军 没什么压力 但是当我在对面金管院的选手席上 看到七尘时 心里咯噔一下 不好 我的游戏账号要被她认出来了 之前完全没想到这茬 七尘冲我扬眉 还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我莫名一下就放松了 认出来就认出来吧 我早就应该揭穿许娇的 我可以不认 但是七尘不应该莫名其妙 被许娇欺骗 我刚登陆游戏账号 对面的七尘蹭 一下就站了起来 一双眼珠子瞪得老大 旁边的人似乎是问她怎么了 好一会儿之后 她才坐下去 但她在接下来的比赛里 连连操作失误 打得越来越烂 金管院其他选手脸色 也越来越黑 我听到旁边的队友 吃笑一声 这水平 他们是怎么打到决赛的呀 我们队毫无意外地 夺得了冠军 比赛一结束 七尘就猛地冲了过来 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 浑身小火苗烧得旺盛 你偷别人的账号 我轻轻靠在椅背上 撩起眼皮 哦 谁的账号 她转向其他人 这个账号的主人是我的朋友 前不久刚被人盗号 就是她偷的 居然还敢拿来比赛 她又恍然转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她在参赛名单上找到了 许义 许 你姓许 她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点点头 嗯呐 你等一下 七尘抱着头开始怀疑人生 我站起身说 那你好好想想 我先去领个奖 奖金五万 平均下来每个人一万 现金 我把钱装进书包里 见七尘还在台下深思 我走过去 居高临下看着她 想清楚了吗 七尘有些茫然地看着我 你的声音 就是小许 游戏账号 也是小许的 那另一个小许 许娇 她是我姐 七尘愣了三秒 恍然大悟 你们骗我 她还是没明白 我没骗你 七尘屁颠屁颠地跟上来 对对对 你没骗我 她骗我 她一会儿骗我被封号了 一会儿骗我号被盗了 还跟我说完游戏用了变声器 太可恶了 居然敢骗小爷 我要去找他算账 我猛地停下脚步 又被七尘撞得一个亮枪 她赶忙把我扶住 懊恼道 对不起对不起 你没事吧 我摆摆手 严肃地跟她说 我跟你的事情 不要告诉别人 尤其是许娇 知道吗 她试探地问 你们关系不好吗 我给了她一个眼神 自己体会 行行行 我直接把她拉黑 七尘给我看了 许娇的游戏账号 不看不知道 磕了不少钱呢 难怪生活费不够花 自从跟我相认之后 七尘果然缠上我了 许娇 你周六有时间吗 没有 周日呢 也没有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都没有 你冷血 无情 你无理取闹 她真的很难缠 这就是我为什么 一开始不主动承认 我是小许的原因 没想到她 直接来教室读我 当着全班同学和老师的面 一把揪住我的衣角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 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说话不算话 你骗我 活活把我演绎成了 一个渣女形象 我磨着厚草芽 细过了呀 你劝你立马收手 除非你答应 周末跟我去玩 我翻白眼越来越娴熟 行 我答应行了吧 周六 我一下楼就看到 七尘站在树下 手边立着一块滑板 还好不是蹦极之类的 我也怕呀 可是我的平衡力 真的不是很好 你别紧张 重心下沉 七尘拍胸脯保证 要把我教诲 我站在滑板上颤颤巍巍 随时担心下一秒 就摔个四脚朝天 还不如蹦极来得痛快 跳下去就完事了 七尘站在旁边 为我保驾护航 来 你把手给我 我扶着你 我想也没想 就把手递了过去 七尘立马拉住我的胳膊 嘻嘻 练了一上舞 我才勉强有点入门的样子 我让七尘松手 自己小心翼翼地 滑了几十米 回头性冲冲地 朝着七尘大喊 你看你看 我会了 哈哈 也不是很难吗 七尘立刻竖起大拇指 你是最棒的 我想休息一会儿 就把滑板还给了七尘 他的花样可多了 各种台阶障碍 翻跟头 秀得一屁 怎么样 帅不帅 想不想学 我抿了抿唇 没有回答 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玩这些 刚从地上蹲起 手机响了 是我妈 许一 你在哪啊 我跟你爸在你们学校门口 我赶紧回了学校 他们是来找许娇的 催债的人跑到家里来要债 说许娇欠了钱余期不还 他们先去了许娇的学校 得知许娇已经缺课一周了 人也不知去向 所以他们怀疑 许娇会不会来找我了 但许娇自从上次跟我借钱未果之后 就一直没有再联系过我 他欠了多少钱 好几个平台加在一起 八万吧 看我爸闪烁其词的样子 我就知道八万还是保守了 我直接说 报警吧 现在有很多借款平台 都是不正规的 而且还有违法催收行为 让警方先查一下 这个钱到底该不该还 还多少 我妈立刻阻拦道 那怎么行 事情闹大了 你姐以后怎么做人 欠个钱而已 有什么丢人的 况且自己做的事情 不应该自己承担后果吗 我无奈 那你们觉得怎么办 我妈 你姐肯定是害怕 才找地方躲起来了 只要把钱还了 她就回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 你们有那么多钱吗 我妈眼神闪了闪 没有 然后殷切地看着我 要不 你先休学吧 先去找个工作 先把钱还了 把你姐接回来再说 妈 我末地瞪大了眼 我之前嘲讽许娇的话 没想到会变成现实 我休学打工挣钱养她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上大学 没要家里一分钱也就罢了 你还要让我为了许娇修学 本来还有点心虚的我妈 瞬间变得理直气壮 这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不让你上了 我听说大学 本来就可以休学 只不过是延后一两年而已 对你又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我太阳穴秃秃地跳 没有影响 我的人生是好是坏 在他们眼里 根本不重要罢了 我死死地看着她 妈 我只问你一句 今天要是欠钱的人是我 你会不会让许娇修学 替我还债 她几乎想也没想就要开口 我立刻大声打断她 如果你说会 我立马就去贷款 然后花掉 等催收的上门 我妈脸色瞬间扭曲 许依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那可是你姐啊 她是我姐 但也仅仅是我姐而已 她没有为我做过什么 我也没有义务 要为了她自我牺牲 校门口人来人往 已经有人开始指指点点 我妈更是死死拽着我的手 你怎么能说出 这么没良心的话 你姐从小让着你帮着你 我跟你爸辛辛苦苦养育你 家里出了事 你就这么袖手旁观 许依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 我忍着胳膊上的刺痛 冷冷反问 从小让着我帮着我 辛辛苦苦养育我 怎么让怎么帮怎么养育 从小我个头不比我节矮 新衣服都是给她买 然后把她不喜欢的 就衣服让给我吗 开家长会 要不就是你去 要不就是我爸去 都是坐在许娇的位置 你们不知道自己 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吗 我要走的前一天 你说要替我包炖饺子 包的是许娇最爱吃的 韭菜猪肉馅 妈 我讨厌韭菜 我狠狠闭了闭眼 你们如果觉得把我养大不容易 你们列个单子 从小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 多少精力 咱们算清楚 一次性结清 我把欠你们的都还给你们行了吧 指甲狠狠掐着手心 我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崩溃 我爸沉着脸 说这么多 你就是不管你姐死活是吧 是 我很坚定 且绝不会动摇 下一秒 就看到我爸高高扬起手 朝我扇了下来 却在逼近脸颊的时候 被人紧紧掐住 我被一股不轻不重的力道往后一拉 七尘已经挡在我身前 老头怎么还打人呢 还是吊儿郎当的语气 却明显含着怒气 我妈一眼就认出她来 你不是那个七家的少爷吗 她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 求求你帮帮我们 我们娇娇以前不是还帮过你吗 你也帮帮她 上次你妈妈不是说了 让我们有困难尽管开口 借我们点钱 不多 十万就行 七尘嫌弃地后退了一步 她帮我个屁 她就是个骗子 帮我的人明明就 她像是想到什么 及时改口 我妈就是客气两句 你还真好意思啊 当我们家是冤大头 还是摇钱树啊 上次送你们家那些东西 也有小十几万了 变卖了也够还钱了 怎么 舍不得呀 怎么巴在许一身上吸血 就这么理所应当呢 我妈要是有这么乖巧 又懂事的女儿 不得笑疯了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许一生在你们家 真是到了八辈子美 她要是能自己选 你以为她愿意投胎到你们家吗 她就是当个阿猫阿狗 都比当你们的女儿强 她狠狠甩过头 许一 我们走 我回过头 看到好多人围在门口 拿着手机指着点点 七尘走得很快 气冲冲的 许一 下次他们再来骚扰你 你就叫我 有我在 我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我缓缓点头 七尘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七尘眼前一亮 你说你说 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还是想当个人 七尘愣了足足三秒 哎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说 哎呀 我忍住笑意 行了 我知道了 她抓了抓头发 你明白就好 明白就好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回家了 或者去找许娇了 他们不联系我 我也不过问他们 但是辅导员 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我一颗心悬到了半空 许一同学 前几天的事情 我听说了 我有些难堪的低下头 这事还被人发到论坛上去了 不止本校 不少外校的人都知道了 我好不容易迎来的大学生活 才刚开了个头 就搅起了风浪 最差可能也就是个劝退了 可是我却听辅导员道 许一同学 我们学校有贫困生补助 你如果有需要 可以试着申请一下 我猛地抬起头 见他推过来一张申请表 我看了一下表上的内容 然后缓缓摇了摇头 老师 我不符合条件 我们家根本不算什么贫困家庭 没有贫困症 父母也不残疾 有稳定工作和收入 所以我拿不了这个补助 辅导员惋惜地叹气 那好吧 你好好学习 我们学校的讲学金挺多的 我起身朝他深深居了一躬 谢谢您 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一束阳光 只要你不躲 它就会照在你身上 快期末的时候 我小姨给我打电话 家里出事了 我买了大晚上的车票赶回去 失踪许久的许娇 突然回来了 开口要二十万 问他拿钱干什么 他也不说 就是要钱 他还觉得 二老就是不愿意给他钱 打开煤气 点了火 煤气爆炸 我妈二度烧伤 右手手掌断了一半 楼上楼下都受到波及 好几个邻居 都不同程度地受伤了 许娇已经被警方带走了 我爸我妈可以不追究 但邻居可不会就这么算了 让她去坐牢吧 十年以上 我妈 坐牢她这辈子就毁了 她就是一时冲动 都要捅破天了 我妈还在为她辩解 我尽量忽略心理的不是 那就和解 赔钱 医疗费 精神损失 财产损伤 一家十几万 把房子卖了赔 那房子现在估计 也卖不了多少钱 我爸伤得比较轻 但胳膊也打了石膏 被几笔之前更弯了 房子卖了 那我们以后住哪啊 我冷冷看着他们 这话你们该问许娇 他点火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这是生他养他 把他捧在手心里的父母 你们还担心 他后半辈子 他想让你们死啊 我爸默默低下头擦了擦眼角 我去窗口交了治疗费 回到家里 家里一片狼藉 厨房连着客厅的墙 多了个黑乎乎的大窟窿 厨房外的阳台也塌了 好歹是生活了十几年的房子 如今变成这个样子 心里还是忍不住难受 我在客厅站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门外一阵声响 七尘撑着膝盖 站在门外大口喘气 什么情况 你家被人炸了 嗯 被人炸了 我问他 你怎么来了 我去找你 你室友说 你家出事了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我不放心啊 就来了 他真是 我关上门退出去 走吧 去哪儿 回学校 我定的硬坐 要坐二十几个小时 七尘手上脚长腿都打不直 一连换了好几个姿势 也没有挑出一个舒服的 七尘 我叫他 啊 他撑着眼皮看我 临张口 我又迟疑了 最后叹息一声 借我点钱 多少 我想了想 五万吧 他拿出手机 立马给我转了五万 我直直看着他 你怎么有我的卡号 他黑黑了两声 不告诉你 我把钱转给了我小姨 小姨 这个钱是我爸妈的医疗费 不够再告诉我 如果有剩你就拿着 别给他们 关于许娇的事情 你们也别劝 随他们吧 自己惯的 自己瘦着 回到北京 七尘明明困得要死 也不回学校 非要拉我去攀岩馆 我倒是在车上睡了一觉 精神比他好多了 带上护具 试着往上爬 挺费劲的 脚下的每一步 都是一个困难 一步一个 向上的每一步 都很有成就感 他应该是专门 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坡度 快到顶的时候 我想往后看一看来 时的征程 结果一看 下的腿一软 七尘立马拉住我 向上看 别回头 走过的路 没什么好留恋的 于是我一鼓作气攀到顶 然后松手往后一道 悬挂在半空 七尘 我想去蹦极 墙上的人 咧着一口大白牙 行啊 改天带你去 寒假我留在学校 找了个兼职 七尘说 要不你跟我去我家吧 我妈见了你肯定高兴 你妈见了我高兴 对啊 他知道是你帮我辅导的 还说要找机会谢谢你呢 不用了 已经谢过了 反正那些东西 当时已经送到我们家了 他们也收了 七尘围着 我转来转去 哎呀 你一个人在这过年怎么办呢 我不以为意地说 一个人过呗 你真是 油盐不尽哪 他气呼呼地走了 临近年关的时候 我接到一个陌生店 小姨啊 我是七尘的妈妈 我愣了一瞬 阿姨好 哎 你好 我听七尘说 你一个人留在学校啊 阿姨想邀请你来 我们家晚几天可以步了 阿姨 这不合适 哎呀 有什么不合适啊 我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 我让七尘来接你啊 阿姨 阿姨 他直接挂了 我知道七尘像谁了 于是我跟着七尘去了上海 他带我去蹦极 跳伞 也去了迪士尼 东方明珠 我好像从小到大 都没有这么畅快地玩过 就是挺累人的 七妈妈还说 要收我当干女儿 七尘连忙阻止 不行 妈 我不同意啊 七妈妈白了他一眼 我收干女儿 你凭什么不同意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妹妹吗 小易多乖啊 七尘咬着牙 反正不行 除非你不要我这个儿子 哼 算了阿姨 我笑着道 我也很喜欢您 但是我不打算认干妈 她轻轻搂着我 孩子 别想那么多 咱们该受的苦都受过了 好日子在后面呢 小年夜这天 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小易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妈包了饺子 放在冰箱里 是你喜欢的香菇馅 说完之后 对面就沉默了 我也沉默了许久 然后才提起勇气 爸 我打工呢 不回来了 你们自己吃吧 我整个成长过程中 遭受的种种苛呆 让我没办法 如此简单释怀 甚至可能一辈子 也无法释怀 但我知道这些 都不是我的错 我没必要和自己过不去 前路漫漫 一路生花 除夕这天晚上 七尘从外面跑回来 许易 快出来 放烟花 我被她拖着往外走 小时候许娇放 我只能在旁边看着 手里拿两只仙女棒 就当自己放过烟花了 所以当七尘递给我打火机 让我点的时候 我手抖了几下 都没点燃 我有点生气了 能买的劣质打火机 你自己点吧 是吗 她疑惑地接过去 我来 她一下就点燃了 一朵接一朵的烟花 在空中炸开 连成一片 照亮整个夜空 也照亮看烟花的人 七尘往旁边迈了一步 又蹭了半步 她叫我 许易 后面又说了句什么 正好被烟花绽放的声音 盖了过去 没太听清 你说什么 她愣愣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凑到我耳边 我说 新年快乐 我看着她笑了 新年快乐 好了 这就是今天 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